心存侥幸,达欧今年已久生活 一锤行列为155斤,恶毫根本已保护身 身陷灵语,失去自由的痛苦,让他追悔墨迹 我为啥要看那么快 春节将至,他叛死归来 他叛与母亲团聚 吃个我妈炒的这个,都说我妈炒的太好吃 进行收看本期平安365,归来 我叫杨华,今年26岁 云南宝山河图镇人 2015年大年初四,发生了意外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2016年1月25日,农历拉月十六 再过两周就是猴年除夕 早上八点,杨华和其他的复兴人员一起 准时起房洗漱 但今天,他却洗漱得可外认真 心情也许久不能平静 因为再过半个小时 他就可以行满释放,回家过年了 杨华入狱,源于一年前的一次变故 那天是2015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 凌晨0点35分,杨华驾驶摩托车 沿保修东路游戏向东行驶 我妈那几天在住院嘛 那天8点多钟我从医院回去 我在家里面喝酒嘛,似乎瓶啤酒嘛 喝到12点多一点嘛 那就想抽烟嘛 然后就出去买烟嘛 回家的时候嘛,回去的时候 然后就跟着上,追尾呢 由于躲闪不及 杨华驾驶的摩托车 静直冲向了一辆同向行驶的小轿车 事故造成杨华受伤 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喝了酒嘛 反应呀,眼神呀 这些都失利呀,这些都下降了 怕呀 我就怕我就这么死了 真的 当时我身上也没什么伤口 就是在不停地流鼻血嘛 能动的时候我就起来 我就坐在地上 干过五年嘛,很冷 又抖,全身发抖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以后 这107区医生到事故庆堂 就在这个伤者送往医院 我们对杨博进行的血液体 确进行移存静定 经营静定 移存行列为155顶 2毫克每一宝和身 除这个最久驾驶机动车 射行这个微型驾驶罪 在本起事故中 小轿车属于正常行事 不存在任何过错 摩托车驾驶人杨华虽然受伤了 但他还是要承担全部责任 三个月的刑期让杨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三千元的罚款更是给家庭并不富裕的杨家雪上加霜 1990年6月 杨华出生在云南省宝山市河图镇董关村 杨华的母亲在家务农 父亲外出打工 做了一名建筑工人 在杨华六岁那年 父亲因为工伤不治身亡 母亲独自承担起杨家的重担 为了生计 比杨华大六岁的哥哥杨健 初中毕业后 辍学外出打工 也做了一名建筑工人 但是微博的收入 仍然让杨家入不敷出 于是弟弟杨华在初中毕业后 也辍学打工赚钱 他同样选择在工地谋生 16岁了 我初中毕业 我05年毕业 然后06年我就出门了 因为家里面也比较困难 然后我爸死得早 我妈也长年都在生病 我妈一个人把我们两弟兄拉扯大 不容易 没什么劳动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没学历 也没什么技术 然后出来 做建筑这方面 门槛比较低 由于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压力 年轻的杨华没有太多考虑未来的时间 为了生存 他和哥哥努力工作 家里的窘境也渐渐好转了 从16岁到25岁 杨华经历了许多年轻人 都曾经有过的无知和无畏 不过 在他25岁那年 他却因此狠狠地跌了一跤 本来我父亲就已经不在了 然后我母亲又长年住院 而且我出事的时候我妈还在医院 但是我真出什么事的话 我妈肯定受不了 不幸中的万幸 在事故中杨华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但是这样类似的事故却并不少见 在当地摩托车驾驶人 酒驾的情况十分突出 这其中很多都是像杨华一样的年轻人 就是1月1号到现在有6期死亡案件 6期死亡案件 其中的4期就是因为几后驾车导致的 按照我们这边接触的案件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数字说 每10个罪局案件当中 有可能8个左右都是骑摩托车的 现在20岁到30岁 就是在外面想要打工啊 比较多 加上现在这个生活比较丰富 就在外面可能接触的 几个应酬的要比较多一点 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杨华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买肝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可避免 在服刑之前 杨华担忧的是 这会成为一生的污点 然而服刑开始时 他在发觉生活本身的改变 才是最难适应的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不适应嘛 只要你出门或者进门的时候 都要喊报告 每天你都在想着出去 每天都在算着这个日子嘛 你每天都在算 你越算你越感觉 他时间过得很慢 今天一句话 也就是失去自由 在这里边来了一次 就不想来第二次了 绝对不想来第二次 就是反正以后 就是不能做违法放弃的事情了 不能再进来了 这里面太不好待了 对于年轻的杨华来说 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 付出自由的代价 让他对家庭 让他对家庭有了更多的理解 虽然没半个月 母亲都会前来看望他 但是杨华依然对回家充满渴望 对母亲愈加思念了 就是我这几个娃娃几天才告诉我呢 本来我就在一位里面 他们怕又怕几个病又放了 放掉嘛 一年住几四几回地问 那么是种挂子呢 比如说我们出去打招 有时候忙几个月 闻往家里面打电话 母亲肯定会险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给我打电话 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险了嘛 他不是经常病吗 他不是随时 他在离他不是随时挂着我呢 我可一次他就问 我说妈妈 你个好好的这两天 关心我呢 他关心我呢 仿佛一夜之间 杨华长大了 一次过错 让他懂得了 什么是不能错过的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陪我躺心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一向的午夜特别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个热切的心 不知在远方的你 是否能刚应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我的爱 也曾经 睡睡觉 睡觉 离杨华出狱快有一天 杨健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从外地赶回来 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把弟弟接回家 夫妻俩回来后坐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弟弟挑选一身新衣服 按照当地的风俗 从里面出来的人要焕然一心 取个好兆头 主要就回来接我兄弟 主要不是看到高高先生回家是吧 回家过年呢 因为家里面也没出过这种事情 反正都还是比较重视的 怎么说呢 就是家里面也没多的人吧 买一块红布吧 我们这边 他先挂一道挂红一样的 把它绑到肩膀上 吸气嘛 吸气汇气 想多滑 准备了 从头到脚 出去全部都给换了 新新的穿一套回去 从新开始吧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一个寓意 就是从这里面出去的 基本上都有 家里面的人都会准备 按照母亲的吩咐 杨健还采购了许多年货 母亲想把小儿子回家的第一顿饭 做得丰盛圆满 而此时 仍在狱中的杨华 心情却有些烦躁 一方面 他极其地渴望回家 另一方面 他不知道这次回来 他所面对的一切 是否还是曾经熟悉的一切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就是 差不多上个月二十多号嘛 心里面想到一天 还有一个月出去 心里面就回家的感觉 就特别强嘛 想回家 特别强 特别强的 每天晚上就 是防灶 莫名的防灶回来的 小机动呗 是去自由那么长时间吧 终于能回家了 能出去感受外面的世界了 我是因为酒驾进来的 不希望自己身边的朋友 亲人要那些出事嘛 自己告诉他们 能这样做吗 对自己负责 对亲人负责 对社会负责嘛 第二天一大早 杨健特意借了一辆 可以乘坐八人的面包车 去接弟弟回家 全家人出门前 都精心打发了一番 母亲还特意选了一顿 喜庆的帽子 他们将在杨华走出那种 在第一时间 感觉亲人的温暖 这个是我的兄弟 这个是我的学生 我是希望他以后 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了 这个是 教育方面的 平常我们也开车 还有多长时间的 十分钟 门内杨华刚刚洗漱完毕 换离着出于手续 在踏出内扇门之前 杨华还要换上 事先送进来的新衣服 这边就是激动 一屈不住的鞋 昨天最多几点鞋 两点半 差不多三点钟就出了鞋 就想 然后一人睡觉 成红 一路成红 从事太多 内心无比兴奋的杨华 脸上却写满震惊 这也许是他下定决心 开始新生活的笃定 门外 一家人到哪后 陆续下车 这让原本冷清的门口 顿时热闹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的表情 也如同门内的儿子一般 老人的紧张 写在爬满皱纹的脸上 门内杨华加快脚步 朝大门走去 他头也不回 一路向前 终于年轻的杨华露出了笑容 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 久违的喜悦 全家人的相聚 充满了温馨的年味 也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开怀 从始至终 母亲也没有说一句话 她只是默默注视着 儿子出来 儿子上车 儿子回家 回家了 我昨天晚上 马上吃 回家没高兴 然后洗十字 今天那个不得紧 那这个不得紧 反正我们一家 怎么觉得一个个都要来 回家之前 杨华先去一趟免发电 一切成熟开始 进家门之前 母亲用当地的风行 为儿子扑路 什么感觉 回来 刚开始进家门的时候 感觉还不适应 一进来 然后不超过两分钟 然后全适应 刚才我还跟五哥说 我说 其实我就感觉 做了一个梦 就感觉 做了一个特长的梦 回来了 在那里 就算你看到那个 天下上面 还是有网了 是吧 这片天是我家的 的采访时 杨华坚持要坐在 自家的摩托车上 似乎寓意着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可以看出 那几事故 对他的影响很深 自从儿子回家之后 母亲就一直忙碌着 他没有把牵挂和思念 挂在嘴边 母亲的眼中 似乎只有这一件件的食材 和即将用它们 变成的热气腾腾的饭菜 儿子的归来 似乎和每年春节一样 母爱都化作了 浓浓的肉香 和造下拙烈的火焰 他心里面是 有这么一个结 俗话说 就是笑不如顺 他说什么 然后你顺着他 你说 哎好 可以 行 是吧 就是以后 做事的时候 自己含量一下 反正都这么大人了 自己多注意一下 别当啥违法的事 再来个 再来个 2016年春节 杨家其实和每年一样 一家人围在母亲身旁 团团圆圆 但是对于26岁的杨华来说 今年的归来 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 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